新竹县长杨文科之前接触到确诊者 历经了三加四区隔之后出关 接受网络直播专访讲述心得 不仅在防疫上超前部署 也谈到执政三年多来的各项政策 包含了还债金额117.23亿 以及154项的政见已经达成了128项 达成率高达83.11% 不过谈到年底的选举 必须竞选连任的他坦言 现在连对手是谁都还说不准 自己还是得戒胜恐惧 笑说自己没拿县府提供的关怀包 新竹县长杨文科日前接触到确诊的警卫 也被匡列隔离三加四 接隔后直播专访聊聊心得 因为到最后一天我们要做快三 那就自主当你确诊或居家隔离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感受到说有没有人关心 动员了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 我们127个同仁常常加班 的确疫情期间 卫生局同仁根本忙不完 而杨文科在新竹县执政三年 还被主持人发现他是数字控 柯P最近在讲 我看了我就很不服气 我说只有我们反了很多 确实反了117.23亿 这个就叫做本事在这里 像我讲118亿对 现场讲117.23亿 提出的154项证件完成128项 达成率83.1 杨文科最满意的是AI园区的交商 老人年金发放以及免费的营养午餐 不过年底还是要面临连任考验 你还剩80亿嘛对不对 那我知道你意思了啦 再给你四年你就还王了嘛对不对 我们党内大概就是希望我好好的做 年底选举在即 杨县找强打正机一排 立平连任 现在就只等对手出现 记者复杂杨岳达 新竹综合报道 你还会找到楼子 我好像本来给你 这参专的 会认识的